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明 第二十二集 不让路 直接打飞 我还以为你就是世间最冷酷的人了 想不到这位楚姑娘比你还冷 沧默一手牵着刘云居 一手摸着下巴 笑得贼推兮兮 骑在马上的蓝叶云 眸子清冷 她不是冷 是凉薄 根本不在乎任何人 更不在乎我 我是妻妾成群还是从未动心 对她来说都没有任何区别 我只与她 与陌生的路人并无两样 沧默很仔细地看了看她 笑得越发诡异 这话味道不对啊 主子莫不是对楚姑娘感兴趣了 蓝叶云神情不动 这种新兴的女子 的确是第一次见到 不知关于她卑微怯懦的传闻 是如何广为人知的 沧默笑得越发剑牙不见眼 不要拆话题啊 我问你 是不是对她感兴趣了 蓝叶云低头看她一眼 再问一次 沧默立刻脸蓉一整 算了 事不过三 属下懂规矩 蓝叶云一脚踢在她的屁股上 太长时间没有收拾你 我看你是忘了规矩了 沧默咬了咬唇 无比哀怨地揉了揉无辜的小屁股 楚姑娘不拿你当盘菜又不是我的错 拿我出去干什么 宁王 你看本宫站住 随着一声尖叫 刚刚在寿宴上挨了二十个耳光的高雨蝶 突然拦在了马前 此刻的她一扇虽还算齐整 双颊却高高怂起 几乎看不出原先俏丽的样子 端得是狼狈不堪 眼见此处甚为狭窄 无法从她身边绕过去 千墨只得喝住马儿含笑开口 公主 你闭嘴 滚开 当众受辱昏厥 醒来之后 踩着帝王以当众为二人赐婚 高雨蝶气地发疯 本公主要与宁王当面谈 你这个贱奴才 还不配跟本公主说话 苍莫笑容不变 眸中却已闪烁着刻骨的冷意 主三 您看这 叫她让开 蓝叶云眼中的冷意 比她更重三分 对于护短闻名都城的宁王而言 高雨蝶对苍莫的态度 令她发自内心的厌恶 宁王 你别太过分 高雨蝶越发怒不可遏 双手插腰拦在了鹿当中 本公主是给你面子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还不快快下马 堵着耳朵听她吼完 苍莫才淡淡地笑笑 公主 王爷请你让开 大胆奴才 你敢无礼 高雨蝶尖声大叫 本公主偏不让 你能如何 苍莫回头看着蓝叶云 十分委屈 主子 她不让 蓝叶云突然衣袖一挥 高雨蝶便啊的一声惊呼 仿佛断线的风筝一般 凌空飞起 跟着通的一声 撞在了一旁的树上 胸腹之间顿时一阵剧痛 立刻尖叫起来 好痛 宁王 你 你敢对本公主动手 你 这不就让开了 蓝叶云冷笑 走 你 你 高雨蝶哆哆嗦嗦嗦地 说出两个字 跟着白眼一翻 扑通一声昏倒在地 旁边的侍女 自是吓得不轻 忙不迭地上前相扶 哭喊声顿时响成一片 公主 公主 宁王的冷库 果然不是盖的 目睹了整个过程 楚寒正顿时觉得 后背脊梁骨 嗖嗖地冒冷气 凭他方才对蓝叶云的冒犯 应该被这样打飞多少次 宁王 我谢谢你的手下留情啊 见他终于走远 楚寒正才吐出一口气 早已等得心急的楚玉琪 忙奔了过来 满脸关切 寒正 这可怎么办 宁王对阿易连一往情深 你又是 这个样子 他怎么可能对你好 楚寒正笑笑 并不在意 我这个样子 嫁给谁都一样 无所谓 怎么能无所谓呢 这可关系着你一生的幸福 楚玉琪连连摇头 不过你与宁王的姻缘 是大祭祀占不出来的 照理说不会错 这 楚寒正又笑了笑 什么也不曾说 对他这个 来自二十一世纪的人而言 什么天之境 都是无稽之谈 他更愿意相信 那不过是高凌诺 精心设计的一场骗局 回到静远侯府 段熙如等人 早已在大厅落座 个个咬牙切齿 肚恨交加 蓝叶云人中龙凤 勘征世间最完美的男子 甚至连楚寒迪等人 也是因为无论如何 都得不到他的垂青 才把心思 放在高元昊身上的 可是如今 楚寒正 居然成为了宁王妃 这还有没有天理 哼 有什么了不起 宁王喜欢你才怪 楚寒迪早已嫉妒地 双眼冒火 却故意装出 一副不屑的样子 哼 宁王再厉害 也不过是臣 太子殿下是君 宁王再不喜欢又怎么样 那可是大祭司 占不出来的 吴小姐 楚寒霄 阴瑟瑟地冷笑着 哼哼 大姐 恭喜你得到了一桩 美满姻缘 希望你们白子千孙 长命百岁 楚寒正面不改色 淡雅如蓝 多谢妹妹吉言 我做了宁王妃之后 定然不会忘了 你们的好处 从前你们是如何对我的 我必定会加倍奉还 绝不会让你们失望 二人文言顿时一将 楚寒正已若无其事地 转向了段西儒 三娘 既然我很快就会出阁 我娘留给我的嫁妆 我想清点一下 段西儒当时变了脸色 蹬地站了起来 不行 楚寒正皱了皱眉 为什么 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段西儒拼命挤出了一丝笑容 啊 我 我是说 不用清点了 都 都好好的呢 这些年 有劳三娘帮我保管 真是辛苦了 楚寒正微笑 不过 我出阁再急 清点整理一下 也是应该的 段西儒眼中 略过一抹隐隐的怨恨和慌乱 不得不尽力维持着表面的平静 你 你既不放心 去清点清点也好 呃 不过 今日天色已晚 我瞧你也面有眷色 不如先好好休息一下 明日一早 再行清点如何 楚寒正微笑点头 好 那我就先回去歇着了 你们聊吧 看他离开 楚玉琪叹了口气 本以为寒正一生就这样度过了 想不到 居然还有这样的姻缘在等着他 喜如 明日将血带留给寒正的嫁妆 好好清点清点 万不可有丝毫差错 段西儒暗中咬牙 是 老爷 我知道了 楚玉琪点了点头 起身而去 可恶 狠狠一拳捶在桌面上 段西儒越发恼羞成怒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